吕良伟估计大家都有所认识 曾出演过《上海滩》等知名影视剧被熟悉 她的演技和颜值被众多粉丝认可 可以说是当年的实力小生 吕良伟一共有过三段婚姻 和周海妹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那是周海妹美若天谦 然而两人因性格不合 没多久就散场了 有点太可惜了 其实他们两个人也是非常搭配的 她的第二次婚姻取的是歌星矿美云 他们两相试后不久就闪婚了 然而离婚的速度比结婚速度还快 从结婚到离婚不到一年 可谓是闪婚闪离 而对于这段婚姻 吕良伟一直不愿提起 她的第三任妻子是温柔贤惠的杨小军 曾担任过深圳商会的会长 在大陆做过茅台酒棘手带生意 可以说是位松衡上海的女强人 实际遥控操作了很多投资 吕良伟的投资理财 也全权交给金明的吕太大力 杨小军为吕良伟生下儿子吕赡羊 一家三口的生活甜蜜又幸福 经常一起出席各种场合 有了儿子后二人的感情也是日渐深厚 他们相近如宾 妻子肤白貌美 自己也帅得一塌糊涂 但是儿子的言却似乎不是纳妖理想 也许是年龄小孩没有常开的缘故 现在的她只能说是可爱型的 长大以后应该也会变俊巴哈哈 最后是因为女强人不是纳妖理想做的